特别感谢前期在老城头 共产员模式还没有定型的时候 就关照了老城头的各位大哥 因为在原先的喉嚨上面 我们承诺了每个月发一条捐属视频 然后周一到周五有捐人直播 并且每周提供一条有效的寻盘 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摸索 其实我们的服务是有折扣的 比方说直播我们就做的不够 有一些不是那么热门的产品 每个月有我单调的对着展品 创作一条有质量的视频也确实有困难 进而导致有一些产品 每周一条的有效寻盘不够 但老城头也在不断的优化 共产员的模式 我们的贸易团队也已经有个雏形了 并且也延伸出了展中展的模式 所以首批关照了老城头 共产员的各位大哥 如果某一些冷门的产品 我们没有按照合同约定 每个月帮您发一条视频 或者发了视频 但是有效寻盘不够一个月四条的 请您主动联系我 我们按照5000块钱一个平方的展位 给您折算成线下参加我们的展中展 之前收3万的 我们承诺是一年发12条视频 3万除以12 换算下来每条视频的费用就是2500块钱 也就是说您在我们的线下展厅 以及我们不定期的线上直播 都是免费给您提供的 所以如果我给您少发了两条视频 我们就给您补一次线下参加我们展中展的机会 那之前收5万或者6万的 也同样按照5万除以2500 或者6万除以2500 也就是收了6万的 如果您只是入住之后 我帮您发了两条视频 那么按照6万除以2500就是24 24减掉两次就是22 每两条视频 第一次线下展中展 就意味着我要带您参加11次 我们的线下展中展 现在已经确定了的是 我们将在3月4号到6号 参加在广州主办的SPS 广州自动化展 以及3月28号到3月31号 在深圳主办的深圳工业展 而且这两个展会 我们都拿了240平方的特装展位 而今天之前入园的大哥 后续每个月发的视频 也得麻烦您自己创作好 或者是您提供文案 由我来配音 或者是您过来 我们一起合拍共创 然后再由我的举账号发布 当然也可以全部按照上面我说的 把欠发的视频 折算成我们线下的展中展 从今天起 新签的展中展 跟全联展的客户 我们在合同上面 不再承诺 这个每个月的悬盘量 因为有些冷门产品的悬盘量 确实不够 我又不能搞假悬盘来凑 虽然我们已经招了几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正在培训 年后将在广州杭州两地 不定期直播 但是因为这些小姑娘 也需要经常跟着我 一起去参加线下的展中展 在展会现场直播 所以我们的合同就只能约定 不定期的直播介绍产品 而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约定 周一到周五有捐人直播 当然我们在合同上面 仍然会像之前一样约定 在广州跟杭州两地 周一到周五 线下有捐人帮您接待客户介绍产品 并且每个月用纸账号 为您发布一条视频 但是就像前面说的 这条视频需要您编辑好发给我 或者您编辑好提供文案 由我来配音 或者您过来跟我们一起合拍共创 然后再由我的主账号发布 再就是可以半价 也就是5000块钱一个平方 参加10个国内工业自动化领域 排名前15的展会 对于没有加入我们共创园的小伙伴 他需要跟着我们参加 这种展中展的时候 我们是收他1万块钱 一个标准展位的 当然只要您的产品有创新 有特色 有性价比 我们过百人的贸易团队 也非常愿意直接帮您做代理分销